各位见不见到声音 见不见到人 正不正常 坐起来 今天发生什么事 声音画面正不正常 就给一些手指弓看看 灯光好像抹着我们 我也要试一下 1 2 3 陶军行试咪 1 2 3 行不行 我先放一盏灯 1 2 3 行不行 正常一点 走回来 除了有新的美子 今天阿昌和我应该是第一次 和大家面对面我们做节目 这么久以来 因为一开始和世良做节目 在城寨的时候 金英试过 曾经上来观团和大家一起做节目 但我要到前年才开始 当时世良已经不在香港 所以这次是全新的体验 毕竟当年九十年代 打173 173 173 会六秒六毫 在这里聊电话 以及实际上看到真人 是吧 可以我开一个聊天 千万不要咀我 先聊天 聊天 只是聊天 没有动作 如果有动作的话 找密美娟 阿昌在伦敦 上个星期也卖了关子 我们说奪命拉松会合体 这次大家记住 下载了这段影片 留为纪念 就是奪命拉松第一次 六神合体 阿昌在伦敦 我也在伦敦 你是不是提到国安 可以下载了订阅片 等我回去 不用的 今天我们的题目 就不会让你回到香港 我怕你入到境 出不了境 不会不让你入境 你知不知道出境 我当堂吓掉 不敢和海外分子 反华势力 外部势力勾结 怕违反国安法 为什么呢 我们平时安检 安检就是出来 然后用身份证 就是出境 出境 到机场入阶 过关之后 禁区 禁区的门口 跟屋邨的告示板一样 贴了八大扣 八个被通斧 即是圆巴巴 全部贴在这里 整件事 你觉得是雪佬香港故事 感觉是格格不入 在机场 现在仍然是复修 或者在疫情之后 开放 整理好 虽然 Terminal 2 还未开放 但是 时时刻刻 都提醒你 国安的存在 这就是谢伟俊所说的 虽然国安局常说 人家都有国安法 但人家的国安法 不会在日常生活 告诉你国安法存在 现在无时无刻都告诉你 存在的 你知道吗 守护鞋子的陈伯 爬山在山上 展示了一副老顺的对链 一样上本被刹路拉 现在又说了香港故事 但是在国庆的时候 亦有团体上施子山举国旗 那算不算是非法在交易公园展示物品 在香港多年 走山这么久 都不知道有一条交易公园 是在交易公园 非法展示物品犯法的 你走山这么久 你有没有听过 我担心穿T恤 前面写的荣 后面写的荣 后面写的荣 都犯法 因为这样的话 他都可以说你展示 现在 他证白只不过是 在石头前面 就放了两条笔线 也不是什么 愿荣光归香港 又不是港独标语 又不是 是的 中秋节前夕展示对联 叫做横微冷对千夫子 虎手今为余子牛 我们小时候读老讯的都知道 我们中文大学学生会那本 我记得那个年代 学生会那本的手冊 学生手冊 就是鲁迅的这首诗 《横微冷对千夫子》 虎手今为余子牛 这样的话 他又不是黏在那里 展示完影响就走人了 那为什么 你看到的 跟着这个 网上 我看Yahoo News 看不见到 登山展示 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让大家看看我们 不要说我们老屈了 真的 大家看清楚 这些叫做爱国人士 在狮子山 展示这个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那什么时候逮捕呢 我想问一下 只是有一套标准 有一套规则 有一套规则 就是这些 是专业判断的 国安公署 国安公署 这个法官都不懂的 只是特首懂得 只是国安公署懂得 政府懂得 是专业判断哪些有违国安 哪些好像没有违反国安 是他们决定的 例如 今天是双十 我不知道香港媒体 是不是都比较少 报道台湾相关的新闻 但我们留意的 例如世良 都会特别留意一些 通常都是 因为在台湾时 有一些网红 或者是呂毛特尔 每年双十节都不少 以这个清天白日期 作为一些衣着的表达方式 例如这些网红 又给大家看看 这些网红 这些网红 大家看到眼睛都凸了 这么小张照片 一边就是清天白日的衣服 另一边是红 另一边是清天白日的衣服 下面的衣服 三个衣服 都有清天白日的衣服 那如果他穿着 比坚尼爬山 在狮子山出现 那便不妙了 我就在想 立刻按下 他脱离了 所以邓家彪 不如在这些问题 我觉得更有益 他刚刚在立法会问 究竟日本搭飞机来香港 那些飞机餐 如果有日本被禁的水餐 这个环境局 如何执法 但现在我带人带水产回来 也没问题 旅客带水产入境也没问题 只剪环一副 没有他这么好气的样子 就是说 这些我们没想到 你可想而知 现在的做议员是多么无聊 你知不知 基本上一班人 就无事可为 无事可为 重要的事情不能问 敏感的问题不能问 于是唯有问 一些最无聊的事情 就是这样 是的 全部就是 禁水产禁令是否包括飞机餐 邪展环的答法就是 若飞机餐由他国提供 例如由日本 飞底香港 那些就不受我们限制 大家担心 可能问一问航空公司 你自己决定吃不吃了 大哥 你一问一答 你知不知道 这些沙纳税人多少钱 就是这些一问一答 我当他两分钟 是吧 以他们两条弹省的人工 后面不是只是 展环自己回答 后面是由一个 staff grade C的AO去回答 是吧 我当那个人 是否追问 这个是否追问 通常追问就是 一些官员自己爆肚 没有给一些后面的秘书长 问题就是原本是问食安中心加强检测 这个日本进口 不是的 是在食环境生态局的会上问的 哦 OK 即是委员会 是的 不是的 因为星期三才是例会 星期二 就是在小组委员会 是的 在小组委员会中问 那我就说现在 其实你只要留意一下这些新闻 其实全部他们在垃圾会里面 都是蒙蒙蒙蒙在说这些东西 真的 没有什么要做的 这件事都是的 喂 国安警138亿经费 3000人 那有什么搞呢 你说 如果有这个国民党的美少女 穿着这个 一边蓝一边红的这个 这个北京尼上去就说 所以我宁愿他问一下 如果我们有很多外国的 团体 也都是有样学样 比坚尼上面 一边就是一个特区的区徽 那些紫荆花 下面三角库的位置 就是五星红旗上面 五粒星 这样究竟算是一个 爱国爱港的表现 还是有违反这个 国旗法 或区旗法 还是 有些人便会违法 有些人便不违法 如果摄影仪 这样穿出街 那便会违法 但如果是麦美娟这样穿的话 代表政府 走出来 或者是十一国庆 现在听你说 麦美娟可能不穿那些古古怪怪的旗袍 或者是这个 猴子衣服 就穿这个 特区区徽加这个 国旗的比坚尼套装 走出来 我建议你这样穿 那麦美娟就印在你三国库的前面 这样的话肯定没有人拘捕你 左边就是李家超 右边就是这个陈国基 谁敢拉你 后面呢 后面 后面当然是这个 强国的伟大领导人 带领民族復兴 是呀 祖国是在喉盾 祖国是很喉盾 谁敢拉你 站上去 狮子山的石头顶 你问我 前面 大家这个名正言讯 西口西面 其实你看一下Facebook很好笑 我觉得那些人的选择 李家超出的照片 每张照片都是抹大口 其实我想问你 他是否不够笨 为何我每一次看到他说话都是这样 很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议员在奥运里面 有很出色的表现 是这样的 那只眼睛不大 大哥的眼皮 都掉下来 难道他太太晚上不让他睡 上不了梦 如果我们以前做议员助理也好 你选择一张照片 买在社交媒体上 他今天所谓的行会 那时候说了几件事 一个就是阿运会的成绩 一件事就是说机场的安排 在台风的安排 第三件事就是看到泰国的新任总理 这三件事他做了三张图 你看看 三张图 三张图 一样的负责人在整理他 我心想 有时候 我一早说了 没有比较没有相去 有时候 馮伟刚也变成人 你这样看法 即是我们两个这样做节目 大家好 又到努力的时间 我觉得你扮也有点像 你尝试一下 摸起眼睛 还要低炒上去 通常你拍男子 你拍女子 可能会低炒 但通常拍男子 都是要高炒 免得到我们的伤下巴 我不介意 高炒也是这么帥 你就不要了 但选了一张照片 你看看 与泰国总理 他威信会面 后面整张 后面的背景是什么 是在街边吃早餐的一张 给大家看看 与泰国总理他威信会面 那个样子 大家看看 是不是又是这样 不要说我丑化他 我美化了他 章章也是这样 我怀疑软对抗 这个又是这样 杭州亚运会十二童 你看看那个样子 那些梳脚眉剃清楚 又是抹大口的 又是抹大口的 即是他那个不是凤凰卫时 请回来的吗 在厕所拍自己 王子渊 在市坑拍自己的工作证 是的 还有台风预警 你的嘴巴也是在含东西 含什么 真是 给大家看看 真是不要改图 我奉劝大家 拘捕你 真是含着东西 背景是机场 然后那个 大家在那里 喵喵喵 那些人排队 走不了 他们用来做背景 真的 没得好说 所以浩爆 常常都分析 即是说 其实大家真的 不要小看李家超 李家超至少的民望 一定会比林郑的任期高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政府从来没有令我们失望 那也是 在某程度上 还有我觉得他到现在还持续 维持这样的样子 你想想 由上任 正常来说 他的助手 他的政治助理 新闻处处长 是每一个人都会提醒他 司医 一会见记者 记住 记住 睁大一点 不要垂下眼皮 还有 不要在不应该断的地方断 要一气呵成 不要不够气 他说到自己是气功大师 一路开会 一路自己在 练功 一路练功 走云全身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怀疑 走云全身 但是没有上头 去了第二步 下了下面 上面不够 下了一只脚 不要想起那些邪的东西 当然了 做特首对脚一定要健康 董建华是什么事 脚痛也是 所以一定要把所有的气聚到他的子宫 扎穩的 对 聚到脚子宫 可能开完这个记者会 是你见到下面 他站过的位置有两个脚印 你不要小看他 分分钟 还有 我怀疑是同一张照片 这个叶斑分这张更好事 你看看那个死人的样子 大哥 不是我们搞出来的 叶斑分那张照片 又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说 其实我怀疑 国安公署要调查特首办 你知道毛泽东发现什么 中国黑路妖夫在共产党里面 就是他旁边的刘少奇 就是说敌人通常在内部 我怀疑特区政府民望这么低 现在虽然迫到中庭耀不敢公布民望调查 但大家都知道他民望很低 一定是大家看得多这些照片 见到都哭打 就算你阿昌这么英俊 你每天的Facebook都是 巴生台的人帮你 把你摸大嘴的照片 我觉得搞着搞着就变成了咸球 他已经是 是公布里面的咸球 章章都是这样的 你看看这张 大哥 你真的是不是 不要摸大嘴的洞 不要含东西 你真的含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可能就是黄梓渊很沉迷他这个 麦大哥可得的洞 可能是 你最多亚运 你说亚运的好成绩 你说含着一块牌 含着一块金牌 你也有些道理 所以你说 更加要在这个敏感的日子 双十的日子里面 你看看别人 台湾的双十国庆 那些国家民宣 我们经常说 台湾有分民进党执政之后 台湾的本土艺文称的美学 和中华民国美学 现在区议会选举那些 什么投票罪营 挂在街上的班 和中华民国美学 就差不多 但现在人家蔡英文 我最记得的 在19年的时候 人家的双十国庆 那些论词的人 经常去看字 双十国庆说 土地成为我们的国家 人民就是站在国家上 所以国家从来不是被仰望的 几句说 连销带打 现在是我们的民主国家 同时在讽刺某一些地区 举到国家高高在上 每个人都要仰望 国家不是的 我们站在国家上 因为土地是我们的国家 这些小清新民清 你看我们伟大领导人 怎么说呢 一国两制 将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出最大的贡献 我们一起努力向上 喝杯 开发 继往开来的新征程 我担心 如果程教署 玩这个新征程 这个食字 那怎么办呢 习总会不会喜欢 是新征程 是程教的程 我怀疑 这个是贵例内 新碟的封面 这些就是你看到的分别 现在党八股 不单止刚才说的越来越漂亮 你看那些国庆活动 麦美娟 民政事务局长 穿着猴子衣服 身边的人都不说他 到李家超在社交媒体里面 含着那些东西的口 大家千万不要改图 是吧 因为没有人会说他 以前是不会出街的 你知道吗 因为新闻署里面 少少一个新闻官 都会停止了这个社交媒体 可想而知 看到的是什么 他现在根本就不用新闻署的官员 去帮他看这些东西 就全部靠他们自己的政治助理 而那些政治助理是什么呢 大陆人也有 来自左部媒体的记者也有 根本就跟香港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于是做出来就是这样 最新你有没有看 这个香港参加国际小姐选举 我相信很多人未必看过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完之后我真的跌下了 这个是民族服装 大家看一下 香港民族服装 这个 参加国际小姐的选举里面 穿的民族服装 首先第一件事 这个已经有国安风险了 香港民族 香港民族的论述是什么时候 不断被法官质疑 究竟这个香港民族背后 是否有一个煽动颠覆国家的意味存在 现在香港有民族服装整件事 然后衣服呢 你穿旗袍或者你穿个华服 都没有港独意味 因为那个是大中华的服装 国服嘛 好了 他不是 刚才大家看到那个九吴答八 那个据说 这个在东京举行的国际小姐竞选 25岁的香港代表 梁婷欣 是不是这个是港姐 不知道 就是成为国际小姐香港代表 在Facebook专业发布了梁小姐 穿上的叫做民族服装的照片 首先我怀疑这个就是潜在的港独 该专业用英文介绍 这集奇装异服 由香港之专设计学院七位学生粗刀 我从来没有听过七位学生去设计一件衣服 设计这家东西其实不是打teamworks 不是打排球打蓝球 由七位学生去设计都很奇怪 我觉得 就是说大家每人威一威 让大家出去 那就分成将传统中国元素 加上香港本土风味 就强行将一些叫做霓虹灯 当铺招牌 麻雀 广东麻雀 打那些 赌钱的麻雀 香港夜景 和所谓的unsimplified the chinese character 等元素 就是繁体字 每个独当一面 集中在一起 我觉得这件衣服有个名字 叫做 我理名三千 坦白说我先打一头盔 如果是一些学生的创意作品 理论上 年轻人都应该鼓励 我们不是很厉害的 而且 始终我做学生时期多久 那种被逼交功课 那种恐惧 仍然是 有时候 然后发恶梦 也会有些梦境 看自己被逼交功课 那种焦虑是多么辛苦 你想想 无端端扔个波 应该没钱收的 要你交功课 整件衣服 又说要香港元素 又说要说好香港故事 九十几个条件出来 又要快静静 既要又要环要我 我心想我交货 我都可能交这些货 所以同学们 我们没有一个 特别是苛杂的意思 不过我个人来说 我就觉得 香港的元素 是 可能你选择了麻雀 可能是当铺招牌 五福临门的招牌 我觉得通常 菠萝包和蛋撻 应该都是香港的元素 为什么蛋撻不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 周嘉诚不是因为搜到葡撻 要单独囚禁 做两个葡撻以前 不是的 港式茶餐厅里面 我们的椰撻 又有罐头车离子 在椰撻上面 那个做上面 好过蛋撻做下面 是吗 椰撻和椰撻夹蛋撻 你过来英国这么久 有没有机会吃到蛋撻 没有 因为我听说 英国吃东西 就是 港式茶餐厅内 都很多 很容易吃到 萨丁牛肉公仔麵 还有吃到 这个鸡煲 但是蛋撻和菠萝包 似乎是 好像小机会有些 因为那些有饼房 有师傅做的 是 萨丁牛肉麵 就不用了 所以如果蛋撻 真的代表香港 真的是深度游 来到 蛋撻深度游 蛋撻深度游 来到香港 真的为了吃蛋撻 是一种很重要的 如果你要说出香港故事 我觉得最终 说好蛋撻故事 是的 我贊成这个 用当土福鼠的招牌 来做群的下摆 但是他很不需要写着东京压 就是说东京窮到脱裤 要去当野 我就觉得这个 太过小粉红了 我觉得应该改一改 把东字改做北字 可以了 窮到洞的其实是北京的 现在是 我做北京压 就行了 北京到有没有当土 不紧 北京来当野 北京到 因为东京压 因为是东京到的档普招牌 还有我觉得 他的麻雀这个概念 我们觉得 概念是挺好的 不过他执行上来 其实做得很噁心 用麻雀概念 我觉得你不要 你的档普也改了 麻雀可以改的 我觉得 这个叫做 譬如中发达 或者你改做 荣光 这两个字 我觉得完全不同 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同 一定大家赚 拍手掌 再加上肩膀 香港的两个字 还有手袋 有个喜字 我觉得 还有个头 不知为什么有个民主党的白颊 这是白颊 看不到 是吗 我认为 头有点像 不知道是罗健熙 旁边的照片是什么意思 他说下摆的裙子 好像天津东菜 给大家看看 主要是网民说的 其实不是设计师的意思 不过我看上去很像天津东菜 我真的没有吃过 所以我认为设计这家东西不是七个人 每人塞东西 那就能够办 但我欣赏这位梁亭恩女士 穿了这样的衣服都不黑面 是证明是有 他没有抹大口的洞 还有 我觉得他的妆容 虽然看上去就像大小眼 但我觉得 比李家超抹大口的洞 是好些 如果不是的话 又是潜力逃离 所以我设计 如果有些官方 建制人士 觉得我们批评得不对 其实应该主力去宣扬这件衣服 政府的高官 可能女士穿了一件衣服 效果可能会不同 还有我觉得 我有几样东西很严重 你那个猪胆樽型很容易 形成一条裙子 適合麦美娟的身形 麦美娟是很简单的 麦美娟的头在梁亭恩的腰部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他的身高差不多 我觉得不要要上半部分 就像李家超和泰国总理拍照 就是由猪胆樽型的顶部 一开始一半而已 那就可以了 但问题在于什麽 我从来都没有看到 譬如《纽约时报》 让你选择 simplified Chinese 还是 traditional Chinese 没有人是用 un simplified Chinese 非简体字 我们通常叫做 traditional Chinese 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其实哪个人帮他做的 我真的未听过 这种说法 我不是Linguistic的专家 你安装了一样东西 然后才会un-install 即是simplify Chinese un-simplify 你的意思是原本是 这东西本身是硬硬 已经simplify了 这是双重否定 un-simplify 整件事是 即是非简化 非简体字 那凡体字就可以了 为什麽不叫做 traditional Chinese 还有就是我觉得 这个装扮回来 就保持着他 然后找麦美娟 去香港夜宾州 还有第二节 第一节就打风 已经停了 就有第二节 在夜宾州那里做Mascot 那些吉祥物我觉得挺适合的 将那些香港夜景 当铺招牌 我们建议的椰撻 蛋撻 全部粘在身上 走来走去 那就可以了 还有加两粒烧买在头上 好像春麗 可以分开几套 有麦美娟 可以邀请肥妈一起穿 还有叶柳 叶柳 叶柳越晒到长腿 你能不能碰叶柳 他在伦敦 是吗 你能不能碰叶柳 我能碰叶柳 之前在Soul Tour Charling Cross那间 Delta Bookshop 拍了一张照片 他们有来勾结外国家 他说伦敦有很多书店 香港没有书店 亂籍 香港没有书店 为什么 因为国安法 寄书班 其实很危险 你真是好问题 坐四个月 是吗 这个真是好问题 要问业柳 为何香港没有书店 但是你想想 香港国际小姐竞选 真是说好香港故事 真是眼泛 我们以前香港人 走出去的张国荣 梅艳芳 梁朝伟 还有王家慧 法哥 吴雨昕 全部都是仁朝的代表 你看荷里活导演 塔伦天奴 都是向邵氏电影致敬 现在不承认吗 什么都尽头 尺都尽头 其实都是尺 我觉得不如这样 真是的 整串 用烧米做串 珍珠颈链 然后两只耳环 钓着炒蜆 两只蜆壳夹着耳朵 然后头壳再加大型烧米 摘着像春泥头 是不是好些 我觉得 或者去到公展会的时候 大家去抢一银鲍鱼 肥妈就整只鲍鱼 鲍鱼 鱼 放在头上 现在放在头上 身就是一个鲍鱼罐 你喜欢 头空腹 你喜欢放在哪裏 所以我就说 真的是香港的 我告诉你 怎止这个选举倒退 区议会选举 变委任制 这些什么三会提名的闹剧 你只是出去 以前 你去找张曼玉 花样年华里面那些 旗袍 让他穿出去 就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够了 但不行 另立 这个叫做什么 巧立明目的香港民族服装 是吧 然后跟着不单止政治不正确 还要是找一个七个资专学生 我们读设计 知道什么叫设计的人 从来不会 是这样叫七个人去 大家去 集思 去做一件衣服出来 因为设计是讲概念 如何将概念执行出来 中间一定是个人的一个创意 七个人 你说建议用五福临门 他又说建议用鲍鱼 这个建议用桃他 那个建议用椰他 这样加起来就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 所以整件事是拆得很紧要的 就是反映到香港今时今日 就是找一帮二打鹿的人 大家朝朝坐在组讨会 集思广益 然后就变成拿你命三千 夜宾分就是这样 完全充分反映香港现在的现况 例如机场出事也好 我现在就责成运输局 机管局和交通事务委员会 之类都是完全不同的系统的人 全部都放在一起 总之你和我想好他 那样拿你命三千 没有理由 都想不到这条设计都出来 让我搞定 对不对 然后又说 其实你们这群人 要一直有预警 要看新闻 我现在说在机场 刚刚下机 他最好笑 他叫你留意新闻 我在飞机上 我想问 虽然在飞机上 我坐飞机过来 的而且确在飞机上 都可以看到Live的BBC台 和CNN的新闻台直播 你会否看 问题是 BBC和CNN都不会跟我说 现在会有更高的机会 改刮九号风球 我告诉你 没得说 其实拆掉不重要 你出来认衰 不过认衰之后 就会准备用什么方式去补救 当日又赖 赖这个什么台风小犬玩意 又说跟东北贵后风拆边之后 走来走去 然后跟着 15分钟通知 我当你15分钟通知里面 那么短 notice 是因为那个风向预测不到 好了 到你挂的时候 你机管局是否可以 安排好旅游巴 我想说 去接驳出去市区的地铁站 喂 人家租租巴 自己自发 叫那些旅游巴司机开工 都可以去接到人 在荃湾西接去屯门 你机管局是否 你有足够的时间 就算你7点钟 挂了 你才安排 打电话 你知道吗 打电话 他说没有的士来 那就算了 那机管局的经理 你知不知道机管局做的经理是多少钱的 不要说CEO 不要说林天福 林天福 由这个贸法局转到机管局 年薪过千万的 大哥 说好香港故事 当日滞留这么多旅客 哪个不正常的声音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你还浪费时间去搞夜宾分 搞来做什么 你应该本业做不好 你想选国际小姐 你就随便穿旗袍 这个大家一看一出 香港我们父母的年代 我妈妈上班的年代 其实是穿旗袍的 即60年代的香港女性 以前是花样年华 是的 五六十年代 还有香港很多中学 还在穿旗袍 以前中学武校里的女生 是穿灰色旗袍的 陪道 珍光 全部都是穿旗袍的 我们旁边的Merrynord也是 是的 为什么不行 一定要搞这么多东西 疯了上身 狗不搭八地走出来 现在就是这样 只是联络 旅游巴公司有多复杂 你说谁给钱 应不应该收客钱 于是说完之后 风球都下落了 我告诉你 就是这样 现在 所以没得救他 真的 难怪叶柳也要去隆敦 行书局 我真是很担心地碰到他 你说完之后 我都立刻想 不要再留在隆敦 等下个星期走 你千万不要去 那些British Museum British Library 那些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那些一定碰到他 我告诉你 我还想听你说完 在大英博物馆 你说到中国的语遥 很值得看 我之前比较熟 只有日本的语遥 尤其是最熟的 那些是不知火舞的语遥 世良也很清楚 所以大英博物馆 未必有得看 是的 大英博物馆的语遥 是真的 是宋朝的 但是看了叶柳的语遥 我希望你不要语遥 大家来到很多语遥 看看 叶柳 就是伦敦大非学院 是捐给大英博物馆 那不是什么抢掠 里面有宋朝的 一个清天月白的颜色的语遥 那些色调是很漂亮的 另外它外面 就是三层楼高的 一个徐朝的佛像 是的 白色大理石的佛像 那佛像的造型是相当之好的 三层楼 你的楼梯 沿着楼梯走 你就可以欣赏到佛像的头部 中间和脚 里面准不准拍照和拍照 可以可以 没问题 你可以拍给观众看 那个佛像 我说完之后 我真的看到有个观众 去看佛像 真的 因为我看完之后 我再去看 另外我觉得 更加值得去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A Museum 就是维多利亚女王 和他夫妻的Albert 阿尔伯亲王 那个私人珍藏 你就看到故宫那些东西 真的逗泥到不得了 你只是看那些银器 维多利亚时代的银器 那些雙瓣玻璃 很多工艺在里面 就是那个年代 就是刚刚 香港归英的时候 1842年 那个年代 英国的水平 你看看别人的水平去到哪 最重要就是 它修复了一个新的Wing 就是把中古时代的木 结构的建筑和雕像 在那里剪出 那个Wing是做得很好的 还有当然 最厉害的就是 那两个圈子 一个就是罗马 一个就是希腊时代 那些雕像 花圆 那里面是有 18世纪 19世纪复刻的 Michael Andrew的雕像 在里面 包裹大胃像 那些 不需要去佛罗伦斯看 真的 因为佛罗伦斯 摆在这个领主广场 那些都是复制的 这些就是真正的深度游 对吗 但是 放在香港便放不到 待会又说拿路 这样 不行 大哥 你知道吗 拿路完之后 要搞周嘉诚 搜他 他有个葡撻 要去混水饭房 混十二日 所以如果真是振兴香港的经济 搞夜纷纷 其实香港有人才 就在我们花生堂 你找黄浩铭和Figo 陈浩环 为什么他们两个 因为当初 如果你在说夜晚 可以有一个群众的活动 然后盆活香港的夜经济来说 从来民阵的游行 六四的晚会 喂 你夜晚在铜锣湾 六四晚会 通常我们九点几十点钟 才去吃饭 那附近的餐厅多么旺祥 不会像现在 现在香港 大部份的地方 九点半就是最终的 十点半就收铺 我们做完节目 平时香港时间 八点到十点钟做节目 土伯说吃烧夜 其实没什么地方找东西 当然出到旺角 总会有的 但就比疫情之后少很多 我来到英国 街向计算 KFC都开了两点钟 虽然有一件事不惯 我发觉 喝的汽水也是怪怪的 这些味道 我发现了很久才知道 原来这里有糖碎 很多是没有糖的 对 你要找原本的Cocacola Original taste 你很辛苦 还要贵一点 才有的 两磅一瓶 那我便简单 我喝茶 但我不喝汽水了 现在在英国 因为汽水不好喝 是不是 如果你说深度游 内地人来深度游 看七一游行 看六四晚会 那时候 全香港 你搞七一游行的时候 陶罗湾附近的经济 那些店铺 你不是又装着你做生意 每个人走到累去 买水 进去吃饭 都不知道 基本上就是带旺那场 经济活动 很简单 六七月到八月十月 打到最厉害的时候 冥年发通过之后 你有没有听到 那些做小生意的商务 那些街边食肆 说是因为那些示威人士 怎样令到他们做不到生意 最多就是警察封路的时候 就是那段时间做不到生意 但之后其实没有影响 在外面游行的时候 你看湾仔 一路走去金钟那段路 同楼湾走去金钟那段路 游行经常经过 那些催淚弹 我们真的做不到生意 是那些催淚弹的问题 但一般来说 他们实际上仍然是客視雲来日 大家走到上海 进去吃东西 吃完就出来再走 还有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不是在于有没有人回到大陆消费 从来都回到大陆消费 我觉得 我不认为那些人多了 只不过因为停了很久 所以红了一声 大家很高兴地回去 其实19年前的趋势 已经在了 如果没有19年前的趋势 其实已经是整个生活 例如我们看大陆的剧 很多人已经是淘宝 然后深圳回去 喝起茶 18、19年 19年头的时候已经有了 否则警察怎么会串你 大那些人 回到深圳吃海底撈 是的 我就回去吃海底撈喝起茶 你就拆垃圾桶 基本上如果没有19年这件事的时候 潜移默化的生活模式 其实已经是回到深圳消费 甚至已经是融入大湾区了 所以现在其实是个结果 你这么方便 还有坐高铁回去 还有补铁 我坐冬铁还比较贵 我为什么不回大陆 是你叫我们回去 好了 现在的人全部回去之后 人家外面的人不来 其实原因是 第二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金融业的人 离开了香港 很多做金融投资 包括不仅是金融界 包括律师行 那些 因为去了新加坡 于是变成了 你南桂坊夜市淡静 其实从来都不是 回深圳那帮友谱的地方 那是另外一个市场 就是那帮高收入 高消费的人 香港现在是没有了这帮人 才令到夜经济不断 夜经济其实没有分 夜经济和夜经济 夜经济其实是日经济的伸延 不会因为那些人特意晚上不出街 我不觉得是因为疫症之后 大家回去看Netflix看韩剧 我不觉得是 而是因为有钱花的那帮人 其实不是在香港 去了新加坡 还有什么呢 来了英国 真的 喂 那些人 你知道在这里看波很贵的 来到英国 他能够去买飞去看韦诗咸 都买飞去到现场看 那你可想而知那些人多有钱 喂 看一场波一波飞不便宜的 是一千多元港元的 就算你说不买黄牛也好 但是没有问题的 在英国的人要去酒楼看看 有些香港人消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一带一路 你又不见得可以吸纳俄妹去南桂坊 是不是 俄妹去南桂坊就是找食 她不是消费 所以她在那里也不会消费 俄妹最多是引人消费 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相信这个尾巴冲突之后 全球经济受影响的话 我告诉你 就是香港经济 短期之内就应该会令到 可能油价金价的波幅大一点 但是实际上来说 整件事你看到 我想问一下 现在这个政府 那么喜欢去中东招商引支 现在还去不去 为什么不派陈茂波和许正宇去沙特阿拉伯 是不是 你们熟读这个习思想的话 应该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直接去以色列宣传一下 是不是 浪费了 现在 你知道吗 以色列转华领事馆的留言功能都关上了 因为那些仆人去 去庆祝哈马斯扎击成功 在以色列驻中共的领事馆里面的社交媒体的留言板 都关上了 其实整件事对我们来说 不是那么遥远 大家觉得 现在看完亚运 这个香港亚运足球队 踢得很成绩 虽然最尾年输了两场 四比领 输给富茲、迪克和日本 但赢伊朗当然是五百年一遇 因为伊朗是一线强队 在中亚或中东地方 大家记得八强港队是赢哪一队 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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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猜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地区 约旦西岸那边组成的 不知道是否加沙 真是很难说 在兵方马乱的时候 也不知道 有香港人说 韦斯在以色列 韦斯是否以前 所以这次是韦兰的社会 可能是很连同的旅行人 可能是以色列和朝圣 但那时候因为 跟药物滥用有关系 所以升徒 韦斯是否比电单车肥胖 那是韦兰 但他们应该是 铜箱相生的雙胞胎 很像样子 所以 其實香港来说 你说对于中东或以巴的问题 我记得是长毛当时 特意在立法会动议 说以色列空闸的袈裟 去到那个年代 还有国际视野或认为值得关注这件事 立法会值得动议辩论的话 那就是长毛 但当然以巴的问题 到今时今日糾结了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恩怨 我们不要用金融热浪 进入一套要站在哪一边 即是说我要支持以色列 我要站在巴勒斯坦人 但整件事我认为 你可以支持巴勒斯坦人 同时也是反对反犹太的思想或主义 同时也可以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组织 同时也可以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 对巴勒斯坦人不公平的镇压活动 而不是站在以色列那边 或者我一定站在巴勒斯坦人那边 这个大家对整件事的分析程度来说 大家真的要听一下 我不是查理一下 但因为我这几天都比较乘坐车 因为我会容易运车落的人 所以我看资料的时间比较少 听是多 主要是听各大时事评论的分析 在网上去找 不是说其他不好 但如果你想很集中在整个背景 发生的时序和之后的一些事态推演和当中的是非曲直的评论 昨天的事态推演和当中的事态推演 在那一小时多的事态推演 我其实还未说完 真的 我第一个立论很简单 哈马斯不等于巴勒斯坦人 所以恐袭这件事一定要谴责 这是一个反人类罪行 尤其是大家看到 你这样去杀了二百多个在音乐会里的人 现在还有不仅是以色列人 泰国死了十多人 最近最多人分享一段影片 我看到网上 就是哈马斯把老回来的小朋友困在笼里面 然后拍着他们在此笑 或者旁边笑声 然后小朋友在笼里面哭 你想想你作为一个父母 你见到你的小朋友 无端端被奴走 你针对这个妇孺 一定是反人类罪行 这些没得咬 我觉得更加恐怖的是什么 我觉得 为何我对哈马斯的行径 心痛互絕 刚才你所说的情况 包括把妇女脱了衣服 在车里看到 包括连枪掃射 在音乐会上的人 包括你们记得有一个 是把杀了她的照片 放到她的Facebook 把处决了那个人 那个尸体的照片 放到她的女儿的Facebook 把她不知道是妈妈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反过来 把女儿放到妈妈的Facebook 你说她是不是纽然 应该是她 因为她拿了她的手机 然后 进入社交媒体 把她死了的照片 你说这个是否偶然 绝对不是 这是一种暗黑战法 所以我说这个是 是典型的恐怖主义 是恐怖主义的原因 恐怖主义的原因 就像ISIS 当年 一声就吐了你的头 我说你有十个理由 去向基督徒复仇也好 你可以数到 中古时代的十字军 都可以 是没完没了的 十字军如何屠杀我们的回教徒 同样 回教徒如何屠杀十字军 一样可以追下去 即是你去到蒙古人 如何杀南宋的军队 南宋如何杀蒙古人的军队 一样可以金入 可否这样去种族灭绝蒙古人 其实总结一句 以色列也好 以色列的极右 无论是现在执政的利弗德集团 的右派 又或者是哈马斯这种极端的宗教组织 其实都是六个字可以概括 伟大民族复兴 一样 一样 跟某个亚洲强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说 他这种不单止是对平民的屠杀 现在很多西方都说 譴责对平民的屠杀 不是的 是那种恐怖主义 直入人心的暗黑战法 我告诉你将会是什么 将会有人质处 大家记住ISIS的片段 这次不是你不看就看不到 而是他会推向你那边给你看 即是说 每一次空集 他会处决这些被老走的人质 这个在他的剧本里面 他不是假的 即是他已经想好了方法 如何挑起以色列的极右势力 民族情绪 然后等他们屠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没错 这个才是恐怖的 虽然你说以色列政府 已经预告了 例如李家超所说 八号风球整天 已经预告了可能会 风力增强 会更高的信号 但是你说 以色列的国防部预告了他们会 攻进加沙的时候 平民 早点走 可以走去哪里 请问你封锁着加沙 除非你埃及那边 是肯定开一个逃生的通道 否则的话 你平民可以走去哪里 但是埃及 开一个逃生的通道 然后又会衍生其他问题 会否有恐怖分子 混入在里面 或是哈马斯的人员 在那里 现在很明显 埃及就不会这样做 所以整件事来说 就是你拿巴勒斯坦人民 如果你站在做人盾 而你站在巴勒斯坦人民那边 理论上更加显摘哈马斯 整个逻辑是这样的 所以你昨天的分析有一件事 你的描述就是哈马斯 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勇武派 我想少少修正这个描述 我会这样说 我们一直以来抗争的术语 勇武派的定义 其实在我自己的经历里 是有转变的 在19年的勇武派 是他们自己身负 即是和警察冲击的角色 是掩护原本出来和理非 以及自己承担的后果 是掩护和理非的群众走人 所以我们当时有和勇一体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大家是有大家的角色 我坚持和理非 但你肯冲的话 甚至你冲的时候 你能保护到和理非的安全 这种勇武派 我个人来说 我是尊重的 虽然我不会走那条路线 但我会尊重的 但之前的勇武派 可能在花生堂开始 就是因为和叶冲公文 陈文那些主张勇武的人 有区隔 有争论 那时候的勇武派是怎样的 推人上前面 叫人冲自己冲 是的 在2014年 已经十年了 2014年 在旺角佔兵区 见过无数次 恐惚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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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惚 过来金钟也是那些人 一定要人冲 然后不是自己冲 然后自己推 推一些人上去 然后推一下 突然我们站在旁边 原本是因为我们 可能要在现场上拍一些照片 看着作为一个类似 即是记者的身份做直播 看着现场的情况是怎样的 突然我们推了上前面 最前线 但他们在后面扔枕 推了我们上去做那些 推了我们出来做人团 所以我们对那时候的勇武派 为何有这么大的戒心 或者有这么大的批判呢 原因就是 一句说 你刚才说的 你叫人冲自己冲 不是叫人冲 而是逼人冲 我不成功 因为你不冲 在金钟一直都是这样说的 整个运动失败 就是因为你们阻止我们冲 我经常都在想 谁阻止你们冲 郭少杰 你记不记得 这个狗策队 是的 现在那班人去了哪 还可以出入北京 有没有搞错 哈马斯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推了巴勒斯坦人 作为以色列报复的对象 然后就说 现在我们看到 阿拉伯民族 这个巴勒斯坦人 被屠杀 你这个沙地 亚连游 揪手旁观 还站在美国佬那边 还想着和以色列正常化 整件事我看到大概的分析 都是说到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 原因就是 如果再迟些 他不打这场仗 就没有机会了 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阴险 就是他要取得西岸的控制权 巴勒斯坦两大区 一边就是在约旦河西岸 就是整个以色列的东边 一个就是临近地中海 那边就是加沙 加沙是小的 约旦河西岸是大的 人口两边差不多 约旦河西岸多一点 因为现在阿巴斯 即阿拉伯自治政府主席 已经连路了 八十多岁 而阿巴斯安逸 在那边基本上 就已经接受了现状 于是哈马斯就想着 在阿巴斯自治政府 到他有朝日两脚一身的话 就取而代之 于是你想想这个毛泽峰的战法 将矛盾一下拉到最高 拉到最高的话 哈马斯就被迫 阿巴斯都要支持哈马斯 因为他声称为了巴勒斯坦人 復仇 阿克萨洪水行动 其实是纪念阿克萨清真寺 被以色列攻击 当时沙龙记不记得 带坦克去攻击阿克萨清真寺 所以我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 这次哈马斯的行动本身 背后是一个很陰险的计法 就是他还会不断发放那些人质被处决 以及屠杀的照片 他只在屠福全世界 就是将矛盾拉到最高的话 接着我担心的 伦敦这些地方是会有恐袭出现的 因为那个民族仇恨会发展开去的 这里有没有亲巴勒斯坦的人 有 其实现场已经在伦敦 在以色列士本出面 两班人 也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人的示威 当然他们的诉求很复杂 有些人可能觉得 好像我们刚才的立场 可能他们对恐怖主义也有谴责 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始终是受害者 他们想出来表达第一个立场 但同一道理也有很多人 所以这些冲突 你也不要说是恐袭 这些可能已经一触即发 这是哈马斯的计谋 最好是伊朗 真主党 西岸政府 然后再加上阿拉伯国家 全部站在哈马斯后面 然后整个中东变成火药库 这次我觉得恐袭背后一定有伊朗的参与 如果不是那些武器是怎么来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华盛顿邮报透露 当日在黎巴嫩 由伊朗召开的会议究竟 哈马斯有没有出席 哈马斯的领导曾说他们没有出席 华盛顿邮报就说有情报显示 真主党哈马斯 是伊朗革命卫队召开的会议 去策划今次的行动 如果有伊朗参与 血背后有没有俄罗斯的参与 有没有中共的参与 如果你说以色列过去这么多年 血债血偿 好了 今次其实我觉得 摩托是一个血债血偿的复仇 而是一个地缘政治里面 是面对现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战败 而所展开的另外一场 新冷战的代理人战争 这个才危险 伦敦孔泽试过 当时在白鸣汉城来的放炸弹的空手 是英国土生土长的 去了巴基斯坦接受塔利班的教育 回来放炸弹 在伦敦恐袭 巴黎恐袭也是 我担心的不是中东战火 而是巴黎 纽约 伦敦 这些西方的国际城市 是会遭受这些极端原教旨主义的 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 扎击 于是民族之间的受限 于是再高一点 民族之间的受限 你想想 这种民族冲突 亨廷顿所说的 冷战之后结束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结束之后 就是民族冲突 文明冲突 这个伊斯兰文明的冲突 随着反恐战结束 ISIS在敘利亚失败 已经沉着了 现在哈马斯就是将它再了起 我觉得背后就是伊朗 看看《华盛顿邮报》的说法 传媒再有多少美国情报洩漏出来 伊朗如何策划 今次对以色列的攻击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以色列会攻击伊朗 会轟炸它的核子设施 你不要以为没有机会世界大战 以色列说了很久 甚至沙特会轟炸伊朗 会轟炸伊朗 在沙特和以色列正常化的关系里 和美国讨价还价 也有开出一个条件 如果我和以色列建交也可以 但当伊朗有核武的时候 也会有核武 这些回教顺利派和集结派当中的试杀 当然这些是我们从常识推论 不可以说是阴谋论 但事实上 如果在情况局势发展 当西方世界自顾不限 是否会放松对于乌克兰的支援呢? 起码是你最先销售的 最先销售的最优先是在中东问题 如果以色列真的和伊朗开战 这个肯定是成为热点 美国国家安全或国防考虑 甚至是他们国内的犹太势力的影响下 一定是美国的重点 所以他为什么现在派福特号航母舰战斗军 出去地中海就是什么原因 是神防伊朗 他不是怕巴勒斯坦 还有你看到的 我就很简单的这个道理 中共赞成什么的你反对 真的 这个真的不需要太深思 中共的算盘在中东的算盘是什么 他想以色列 美国能够构建一个中东和平的秩序呢? 他不想 他既要动摇 现在以美国和以色列所建立的中东秩序 同时也都表明他是 这个弱势世界上 为这些弱势的人 发声的这个道德高地 这个由毛泽东年代开始 所走的外交路线 你看到的 由以前的安哥拉的内战 一直到越南的内战 到柬埔寨 老窝等等 这些地方的赤化和颠覆 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正在重复的 其实是70年代的冷战 我觉得 这个不是纯粹恐怖主义襲击 那么简单 就是恐怖主义的那一层一定是显摘 但是你再看整个地缘政治里面 那种的 伊朗那种的计划 那个 希望摧毁了整个 由美国以色列构建的中东秩序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这样的话 就等于打开半虫 周地都是蟑螂的 其实已经是 其他西方国家 我担心 特别是伦敦 我担心是会受到恐怖窄击 因为这些地方是有先例的 其实真的 收了大量的这些中东移民 里面有很多恐怖分子 渗入尼亚 如是 或者受这些网络上的 伊斯兰研究主义者滲透影响洗脑也有 也有 ISIS已经看到了 所以这个也是 我觉得大家 在不同的地方 虽然好像这件事事不关己 香港当然受到这个恐袭的机会 是小 但是如果你是身处在英国的朋友 这个是有的 我有这样的忧虑 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 就是说 他对这些中东的移民 一定是有戒心 我们是反对所有 至少我来说 其实所有的极端的宗教主义 极端的民族主义 极左和极右都一样 他们得到的结果 是吧? 以色列都有的 以色列为何利府德集团 甚至现在被其他右翼的政党 是越来越激进化的原因 都是因为以色列 亦有一种极端的犹太教 开始占了人口的越来越多数 那种叫做哈雷迪 哈雷迪犹太教 因为有一宗犹太教教义 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生存在那个教会 便会发生 因为男人规定了你 不可以做任何生产 一定是不事生产 只是研究这个经书 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不用做 拜神可以了 就是这个女性负责加计和赚钱 而且他们是严禁所有 绝育或者被人的行为 所以你说增长人口 李家超可以找这班人回来 不过他们未必是可以帮助 教徒才可以结婚 对 因为男女之间 原来都是相看 之前有没有接触女教徒 即是犹太教的原教主义 是的 犹太教的原教主义 甚至他们 以色列是有一种手机 因为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群体里面 不可以接触外面其他人 所以有一种手机 他们也要收到电邮 只是给他们一些基本功能 但不可以让他们上网 因为上网是接触外面的世界 即是那些老人家用很大的 keyboard的手机 然后便被语言目点了 因为要保持纯正犹太教群体 尤其是这班人 是因为没有节育的关系 所以原本在以色列立国 五几年时 一个犹太教很少的教派 只有2万多人 现在已经去到以色列人口 十几个百分比 十几个百分比 他对选举政治很大影响 没错 而他们既然向心力很强 他们一起投票是非常一致的 所以议会里面有多值 尤其是利副德集团 在过去的选举里面 都不能够组成多数派政府 被他们贴持了更加柔的 或者更加宗教化的政策 这些东西当然有提供到 对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 另一边商 为何巴勒斯坦人会出来打工 去以色列甚至做二等公民 除了经济的原因之外 其实他们都不想接受 尤其是哈马斯那种极端的 伊斯坦的原教旨主义 所以大家夹杂在里面 以色列的知识界来说 都是很反对政府或利副德集团 在西岸继续拓展殖民区 因为西岸殖民区里面 其实那些以色列人 很多都是原教主义者 他们亦是觉得一个神圣的使命 就是帮助以色列拓展僵土 因为他们的风险是高的 他们外面就是敌对的巴勒斯坦人 于是他们有武装 他们有安全设施 有路障有围栏的 他们的社区里面 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 所以这次特集 是特集他们的社区 全都会训练过 如何去破坏他们的围场 知道他们躲在哪里 拖他们出来杀他们 所以我觉得现在 其实整个世界都是要留意 自从社交媒体兴起之后 上一波就是什么呢 Mars Media出现 就是出现了希特拉 即是广播 电台广播 一些煽动性演说很厉害的东西 它即时可以传播到 给很多人 于是出现了希特拉 今次社交媒体的 这个发展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 以往很难传播的极端思想 它很虽然 感染力越来越大 而这些本来是很少数 现在变成一个所谓 有影响力的关键小数 它就对整个欧洲政局 包括民主国家的政局 影响很大 你看美国的共和党 你看荷兰 看奥地利等等 全部由极右的组织 上台组织政府 向右转 所以整个内塔尼亚湖的政府 是一样的 它现在 为何在这个时间特集它呢 是因为它里面的司法改革 是削弱最高法院 在很多的内政里面的最终决定权 而这个是令到很多公务员上街 甚至是后备军人上街 是反对这个改革 甚至是它自己的贪货案件 如果是由它委任的法官去主理 那当然是被人觉得 是否想逃避它自己应有的 因为它以色列都向右转 其实就是集权 将一些built-in的监察制度自己拆掉 那这种犹太的原教主义者 再加上右翼政府执政 整个右转的一个风潮 我觉得是导致到 我觉得越来越难 找到一些用常识和理性 去解决问题的方法 整个民主政治衰退的原因也是这样 以往民主政治是什么呢 现在保守党工党辯论员之后 大家拿一个中间的共识 大家不要各走极端 那你才可以在选举里面胜出 然后形成这个多数党执政 这个就是民主政治 现在不是 现在你的政党里面的 譬如民主党 美国民主党里面的 AOC这些的 所谓进步主义的 进步主义的 左傾 极左路线的话 就控制了民主党部分的政策 这个也是在美国一样出现的 所以说今次 这个加沙战争背后 也看到什么呢 就是无论巴勒斯坦内部问题 哈马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拉高矛盾之后 希望可以奪取整个巴勒斯坦政治 政府的控制权 以色列也是一样 加沙的问题 在这次的冲突越来越多 在这次恐袭之前 也是因为里面的 以色列的政局向右转 于是大家就割走极端 所以我就说 这个是一个 会随着的状态 当然最终会不会变成 其他地方出现恐怖袭击 或者放炸弹等等 杀害无辜市民等等 我觉得凡是在这次问题里面 不肯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的人 都是有问题的 我不管你支持巴勒斯坦 还是支持以色列 就像阿昌所说 你可以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你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 因为这是一个人道灾难 包括乙军如果攻入加沙 断水断电之后攻入加沙 然后去杀害巴勒斯坦的平民 都是不对的 两者都是对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前这样的 今天他复仇就对了 那么以色列再去复仇 又对吗 没完没了 这样就是 所以一直以来 其实以巴勒恩怨都不断螺旋式向上 是我们去看 很难所有的画面都看到出来 但是现有的资料 就是给大家看 我们究竟人类的所谓普世价值里面 我们是秉持着什么信念 这个我觉得可以花很多时间讨论 是不是宗教自由都容忍这些极端思想 我觉得不是的 在这个阶段来说 如果你宗教的思想 这些极端的原教旨主义 是抵触了人类的普世价值的话 我认为应该要容许 所谓的宗教自由去包容他们 包括西方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在瑞典等等都出现问题 是不是可以去到 是一个原教主义思想的工具 所以我就说现在整个欧洲 整个西方文明是面对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不是巴勒斯坦那么简单 是社交媒体之后 是令到很多极端思想的传播成功 以前你靠的精英去抵制他们 现在不行了 他有自己传播的渠道 于是很快就一直流行出去 哈马斯有自己的传播渠道 ISIS有自己的传播渠道 犹太教也有他们的原教主义者 这个我相信短时间是无法解决 你要经过这个 等于大众传播出现 经过希特拉之后 大家反省才知道 怎样可以用一个 资讯自由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极端思想 等于曾几何时 2014年 那些勇武号召唤人冲的人 很受欢迎的 你记不记得 在2014年的时候 但是现在看看今天他们去到哪里 他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大家不就心知 但是香港人也被移动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其实 从当时来说 所以我相信这个耳巴 仍然是一个大家 继续关心的问题 阿昌你留在伦敦的时间是多久 我想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想下周 会否都可以继续来找你 尤其是下周 有很多看 因为这个国际赛期内 英格兰 刚刚对意大利 对欧洲国家杯外围赛 就是下周二 我可以试一下楼下的酒吧 我在那里做过直播的 其实做过节目的 亦到现场观摩一下 究竟是英国足球的气氛 是否真的 有现场感受一下 好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第一次跟阿昌 是同框做节目 真的没有红酒 就是有汽水也要喝一杯 希望大家下周 继续 你那些纯粒威士忌呢 纯粒威士忌 咳的时候都喝完 否则怎么会好起来 这么大声 不要紧 有英国的London Dry Gin 就是Gin and Pornic 英国的Gin酒挺好的 就算加上东西水也好 这里买东西水便宜了 香港很多 香港很贵 你待会介绍我买一支 送给朋友 我介绍你 有个叫做Portobello Portobello Gin 就是在Portobello Market 那条路 一间很久的 又可以参观蒸馏厂 新生情 有去 有去 希望你穿上上面两个椰子 下面一个蛋撻 可能别人会打个折给你 他买这个瓶酒的时候 这个蛋撻可能也找到 椰子可能较稳一点 好了 电话没电话 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 看看在这里做直播 还是在酒吧里面做直播 如果找到下面的酒吧 不反对的话 都可以在酒吧尝试 也很好 大家今天因为我们 阿昌 带了这个直播装备 就是两个无线的夹麦 所以大家看看声音画面 有没有好处 如果是的话 就可以转换环境 也没有问题 不需要受制于器材 多谢大家支持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